歡樂過週末 火辣來穿越 老北京茶館 週末辣文 各位好 我是劉卓 這一晃一個禮拜又過去了 今兒給您帶來本週的新鮮事兒 一晃 俄乌戰事都快一個月了 美國 歐洲 日本等等制裁花樣翻新 幾天就一個 幾天就一個 從把俄羅斯踢出國際金融結算體系 再到美國禁運俄羅斯石油 再到凍結俄羅斯人民公僕們的海外存款 而俄羅斯這邊好像除了說 要對那些不友好的國家拿盧布抵債以外 也沒什麼太多折 畢竟乾毛巾凝水 再度也弄個多什麼真東西來 但是前兩天 俄羅斯航天局一個項目負責人 也不知道是借酒消愁喝大了 還是直接上工業酒精了 放出這麼多話來 美國什麼的啊 你們聽好了 你們不有一個叫什麼海一的宇航員嗎 就那個跟我們宇航員一塊 在天上待了一年多那個 你們要再跟我們來勁 你們那宇航員我們就不管他了 把它一直留天上 甭讓他下來了 此言一出 海一的母親和妻子全都嚇壞了 海一77歲的母親聽到這消息以後 是當場大哭 告訴說 我這兒子本來這個月底就能回家了 但是 哎 現在怎麼辦 現在 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祈禱了 好 老太太這邊正範疇呢 馬斯克來了 馬斯克在推特上給老太太吃了一劑定新聞 告訴說 大媽 您先甭郁門啊 假如說俄羅斯真那樣 我們SpaceX那火箭 鐵定領把兒子給救回來 哥們還不忘在推特上找了一句 普京啊 你聽好了 我要在這兒給你單挑 賭注是烏克蘭 馬斯克這話料到這兒以後 美國太空總署也官宣了一句說 我們有信心 海一能夠按原計劃返回地球 得 這事兒被馬斯克外加美國太空總署 稀里哗啦這麼一通折騰 3月14號 俄羅斯航天局新聞處表示 俄羅斯將履行自己在國際空間站方面的義務 海一將按照計劃於3月30號乘坐俄 聯盟號飛船與兩位俄羅斯宇航軍一起返回地球 到此為止 喝高了那位航天局負責人的角面 就被新聞處的同事搬起石頭 咣噹給砸折了 這有時候我就覺吧 都是打嘴炮 人馬斯克加美國太空總署那嘴炮 為什麼就比咱們崴腳步管用呢 各位茶友 您能給分析分析不 尷尬年年有 今年特別多 3月14號 《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共和泰國簽的一個潛艇軍售大單 要黃 原來2016年 中泰兩國簽訂合同 中共賣給泰國三艘潛艇 10年之內分兩次交付完成 2022年 也就是今年交付第一艘 當時的合同簽訂的時候 中共國防部還官宣過 說這是咱中共國防出口的里程碑項目 然而 就在前些日子 中共突然對這里程碑有了點新想法 溫馨提示了一下泰國國防部 說 當初咱這合同裡說好的核心發動機 必須是那個德國MTU股斯製造這一項 現在暫時實現不了 要不給你們趕上我們厲害國製造的吧 用著也不錯 咱誰用誰知道啊 是吧 結果泰國一聽 立馬人不幹了 咱們大多數人可能都不太懂軍事武器什麼的 但是一說到買車 您肯定都知道這德國車最棒 您要說您花一德國進口寶馬的錢 回頭給您裝厲害國發動機的華晨寶馬 您幹嗎 那自然泰國人也說了 我們花好幾十億買的是裝德國發動機的潛艇 結果你們都給我來一厲害國發動機的 你們把我們當猴子耍呢 唉 話說 都到交付日期的眼條了 中共怎麼突然變卦改息了呢 您說這關鍵時刻掉里程碑這鏈子 不妥妥的給咱這一尊丟人現眼的嗎 原來是德國政府在一年前發現 RMTU公司賣給中國的發動機 被中共用在國防項目上 而這一條是受到新的德國對外貿易法嚴格管制的 說白了 你中共你買回去 民用也好商用也罷 當花瓶擺著欣賞也好 哪怕你再倒一手 我們德國也管不著 但如果用在我們管制名單國家那些國防項目上 那就屬於川兒明白裝糊塗違反協議了 另外德國駐泰國的防禦專員 菲利普多爾特今年2月份 在曼谷郵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也說 德國停止向中共出口柴油發動機 不是因為這個產品要被送到泰國 而是因為呢 它是要被用於中共的軍事或者國防工業項目 說到這您自然也就明白了 為什麼賣給泰國的潛艇發動機 從德國要改厲害國了 原來是中共違反協議被抓來現行 再也弄不著這德國製造了 對了 剛不說泰國是中國國防的倆里程碑之一嗎 忘了說另外一個里程碑了 巴基斯坦老朋友也是賣潛艇 也有同樣的發動機問題 但是巴基斯坦不知道什麼原因 拒絕透露是否需要德國發動機 無可奉告 挺好 是不是這個領導前到位呢 反正也未可知 隨便一說 您這隨便就一聽 前兩天 看《華爾街日報》也說 近年來為了防止中共從西方國家獲得先進技術 來實現其軍事化現代化 西方國家收緊了向中共出口技術產品 以及對中企收購的審查 未來的客戶在評估中共的投標的時候 可能不得不考慮這些風險 鑒於目前的戰略環境 中共正面臨西方日益嚴峻的科技壓制 北京可能會失去潛在的武器銷售 甚至拓展其市場的前景 哼 敢問路在何方 路在油門下吧 衝吧 中國人的幸福就指望了您啦 去年開始 中國互聯網被中共大規模整肅 哀鴻遍野 被罰的 被繳稅的 被約談以後主動支持國家建設 但凡是有點名上點講究的互聯網公司 都被學習一遍 最近中共的整肅再次升級 首當其衝的就是去年被網信辦約談了20回 前前後後被發了900萬的豆瓣網 3月14號 中共網信辦成立工作組 再次進駐豆瓣 約談整改 目前 豆瓣除了能在蘋果的 應用程序商店裡找到 在什麼華為、歐普、微博等等 國產手機的應用商店裡已經都消失了 豆瓣的公眾號在被約談的第二天 也發布了一則公告 說是要對於部分功能進行臨時調整 說白了就是要重新自我審查了 有不少網友就說 豆瓣這次被整 還是和豆瓣上各種小組的信息傳播有關 咱們眾所周知 豆瓣這麼多年以來 一直是文藝青年的聚居地 裡邊寄託了很多年輕人對生活的期許和共鳴 從第一天做影評論壇起 一路走過來 豆瓣一直沒有過度的商業化 雖然一些內容比較小眾 但是覆蓋面特別廣 尤其是裡面的一些小組功能非常好用 只要您能想到的愛好 再小的愛好 小眾的愛好 裡邊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而也恰恰的小組功能 給豆瓣招來了殺身之禍 去年11月 張高麗的性侵彭帥事 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國內的社交魅力壓得死死的 而在豆瓣的小組裡邊 卻被拿出來以隱喻的方式討論來討論去 而且還特別熱烈 您說這黨能受得了嗎 另外啊 去年9月份 黨當寶貝捧出來的長津湖 上映以後的大量負面影評和吐槽評論 也是在豆瓣的小組上獨家發酵 還要去年3月份 疫情正嚴重的時候 中宣部強推的跪舔一尊的那本新書 《大國戰役》 在豆瓣上評分直接幹到1.0 注意啊 是負的 負1.0 但是 很快評分這一項就消失了 評論區也騰空了 反此種種 直到去年12月1號 最後一次豆瓣被約談罰款 責令整改 沒想到 轉過年今年3月15號 豆瓣又被淋出來 猶結勢眾來了 也不知道這豆瓣 小組功能又犯哪門的忌諱了 是俄乌戰爭嗎 還是兩回提案 還是 要我說啊 豆瓣豆瓣 這見天的約談都快被談成提前豆瓣醬了 乾脆啊 您找一個風水先生改個名 改完以後 去網信辦重新上個戶口吧 總之啊 還是希望這豆瓣能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最起碼 能讓那中國韭菜有個地方吐吐苦水 也算您接了大德了 也能讓 腦細胞還沒死亡的中國人 覺得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大豬圈裡邊 還有那麼一小軋籃 藏著一個知道自己吃的是乾水的人 3月 兩會的《2022年政府報告》裡邊 黨提出要加強縣城商業體系 發展農村電商和快速物流配送 簡單說 就是要通過刺激中國農民的消費 進行吸一輪 韭菜收割 黨的話是撂著了 但是能不能落實還真不好說 除非像當年計劃生育那時候一樣 一人超升全村結紮 來一輪 手指不從網上買 全村別想上忙房 咱來簡單看看中國農民的現狀 以中國最富的浙江省為例 2021年的時候 浙江省農民收入連續第37年 全國第一 浙江省的統計局2018年曾經做過一次 浙江農民消費研究 結果顯示什麼呢 無論從消費的數量、結構還是質量上看 農民的消費水平比城鎮居民要落後了10年 另外農民的收入波動也特別大 留在農村種地或養殖的 收入直接給生產成本掛高 而現在嚴重的通貨膨脹 正在碾壓這些留守農民的收入 另外 對於那些進城故宮的很多農民 也面臨著什麼呢 面臨著包工頭拖欠公司這個碾壓 但人家包工頭也說了 這年頭房地產都這德行了 地主家也沒有餘糧 加上這兩年疫情影響 許多農民工更是苦不堪言 總之在黨的眼裡邊 中國農村電商是塊大蛋糕 但這塊蛋糕的詭異之處就在於什麼呀 看得見聞得著 但卻很難啃得到 有網友給簡單的總結了一下 這蛋糕難啃的原因 首先 基礎太小 天花板明顯 第二 需求太弱 農村是什麼都缺 就是不缺 時間 舉個例子 我自個上學那會 為了一個便宜幾毛錢的東西 可以多坐5公里的公交車 再其次 農村地廣人稀 配送成本太高了 說誇張點 還不夠有錢的 所以說 這時候 黨要再想把農民割一遍 這鐮刀不磨鋒利 真割不動了 因為農民韭菜們實在是太軟太軟 一刀下去 東倒西歪 直出了就割不著啊 不過話說這鐮刀要是真磨鋒利了 看著那面朝皇祖背朝天的農民伯伯們 你黨下的去少嗎 央視315晚會曝光了湖南的黑心酸菜 而插旗菜葉是康師傅酸菜的供應商之一 您呢 吃的這個康師傅老潭酸菜牛肉麵的供應商 就是這個公司 事件被曝光以後 康師傅的老潭酸菜成了土坑酸菜 所謂這個土坑酸菜的製作流程是什麼呢 工人們有的穿著拖鞋 有的光著腳 在酸菜上面踩來踩去踩來踩去 有的還叼著一根煙 抽完以後煙頭直接往酸菜上一彈 接著幹活 說這突然想起奢侈品的廣告來了 什麼純手工定製 百年降薪之類的 有沒有可能是央視315污灰這老潭酸菜了 人走的是奢侈品製作工藝這路子呀 私人繳工定製有沒有可能 扯遠了 接著說這個製作流程啊 被純繳工製作完這個酸菜 拉到工廠以後 隨便堆在清洗車間的地上 等它發酵以後 上機器切碎、拌料、包裝等多道工序 最後就做成了康師傅老潭酸菜牛麵的靈魂 老潭酸菜包 另外 治監局進駐調查檢測後發現 防腐劑和添加劑嚴重超標 最高的指標到達10倍 老潭酸菜被315曝光以後 有酸菜加工廠 內部人士就爆料說 315曝光的土坑酸菜 只是專門賣給國內方便麵廠商 做了一個老潭酸菜包的 按照標準化的流程醃製出酸菜 會單獨挑出來賣給老外 您說這事兒您受得了嗎 說這兒 我講幾個事兒來 就說那些粉紅五毛們 你們不是一天到我們特別愛國 特怕中國人在世界上受委屈嗎 什麼瑞典服裝品牌 H&M那個新疆免辱華吧 你們就要求抵制 獅子品牌杜加班納、迪奧、廣告辱華吧 你們告訴誰也道歉 美國摩根大通老闆說 共產黨肯定活不活我們公司 五毛跳出來說不能忍等等等等吧 要按你們的意思 但凡涉及是歧視中國人 專門對中國人下手的這些人 那就叫辱華 對不對 那您說現在酸菜這事兒 妥妥的對咱中國人下手 妥妥的坑害咱中國的下一代未來呀 這算不算辱華呢 哪位粉紅五毛出來走兩步 給咱說道說道 3月11號晚上 因為玻璃心紅遍海外華人圈的大馬歌手 黃明志在自己的臉書帳號上發了一個帖子 說 今天是馬來西亞柔佛州選舉 老子特意午夜狂奔的速度 飛車回老家 就是為了投上這麼一票 票投給誰不重要 重要的是 每一個馬來西亞人可以通過投票 告訴那些掌握了公權力的人 有多少人在看著他們做事 黃明志還呼籲大家能來都來 因為投票是馬來西亞人執行自己權力的時候了 如果人們放棄投票 放棄民主的話 有一天你會連票都沒得投 沒得抗議 沒得說話 甚至連使用谷歌或者看油管的權力都會喪失的 說完這些 好 黃明志這個玻璃心體又來了 黃明志說 所以再忙我也要回來投這一票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孫子未來什麼都不知道 像個韭菜一樣 每天只會在那邊喊 主席萬歲 主席萬歲 最後黃明志還把投票的時候 按手印上那支染上藍墨水的手指 拍攏照片 發在臉書上面了 話說黃明志真的是高估韭菜這詞的使用環境了 按說現在中國大陸 氣候條件已經完全不適合於韭菜的自然生長了 而韭黃才是正是八經黨國的時令菜 與之具體原因 您可以參考我們前幾集節目的一個 結尾的那段 老哥的酒黃種植經驗 3月16號國籍不祥的 冬奧會冠軍古愛玲 在instagram上下出一張和成龍的合影 還有一段練習拳擊的視頻 合影裡邊 成龍大哥身穿淺棕色運動夾克 內搭白色高領衫 古愛玲身穿黑黃拼色的棒球服 內搭黑色連帽衛衣 這倆人是笑容燦爛 成龍用手指指指向古愛玲 古愛玲做出一個大拇指 做出一個讚的手勢 對我接著古愛玲 在大跳臺逆轉奪冠以後 接受採訪的時候 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 小古當時就說 我想通過自己的表現 來鼓勵青少年和女性朋友多去嘗試挑戰自己 我很自豪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更多人看到 敢於打破界限挑戰自我的體育精神 看完這張古愛玲和成龍大哥合影以後 頓時對小古又升起了幾分敬意 咱犯國籍那些流言廢語不談 不得不說 小古真是個說話有地方失言出必行的好姑娘 您瞅這合影 妥妥的打破界限挑戰自我 明知山小虎偏向虎山行 成龍大哥作為虎山一霸 這麼多年來一直堅定不移的遵循著 挺誰誰死的鐵律 您看啊 小霸王學衣機 焚煌可樂 三菱汽車 香港航空 愛多VCB 開梯汽車 霸王洗刀水 四鍵水餃等等等等 另外 什麼三機片 私生女 車鎮門 乍捐門 基本門 洗錢門 情史糜爛等等各種遙遙領先的預言 也少不了成龍大哥的身影 這麼一位 極萬千魔咒於一身的大哥級人物 寡靈不但能找他合影 還能在合影的時候 做到兇有機雷人面如平湖 這古尚將軍請受小劉一拜呀 33歲的帕夏里 是烏克蘭影星和電視主持人 曾參與過史詩級大片《霍貝特人》 迪斯尼的動畫片《赤字王》的 烏克蘭版的配音工作 受到了許多烏克蘭觀眾的喜愛 俄烏開戰以後帕夏里依然從軍參戰 3月6號他在埃及上面發了一張照片 報完平安以後 在協助疏散平民的過程中 被炮彈的彈片擊中身亡 有知情人說帕夏里本來還有生還的希望 但是因為在疏散過程中 把他自己的防彈衣讓給了一個小朋友 所以不幸罹難了 據倫敦廣播公司的消息 帕夏里的遺體在他作戰陣亡的5天以後 被找到了 帕夏里的母親是烏克蘭人 父親是韓裔 烏克蘭駐韓國大使館 在臉書上公開了帕夏里的出生背景 希望緬懷他的精神 好嘞 一周一拉串 品味小人生 下周來了 周末 再見